大家好呀 小朋友呀 今日小熊和兔妈妈 好开心地去和猪奶奶到的 但是猪奶奶就说 自己昨天全日都没有出过门口 没有帮过他们 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呢 难道猪奶奶她失去了记忆 一起来听下以下的故事啦 猪奶奶不在家 作者 延宁玉 改篇 李美华 继涛 周虹 张俊林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subscribe 去订阅我们Story 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哦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在一个美丽的早晨 阳光照耀着翠绿的森林 雀仔就在枝头唱歌 小狐狸捧着蜂蜜 想送给猪奶奶 所以她欢欢喜喜地走去猪奶奶的家 走近猪奶奶的家 小狐狸很大声地叫 猪奶奶 我来了 不过呢 就没有人来开门哦 小狐狸仔仔一望 发现大门上面贴了一张画 画里面呢 猪奶奶一手拿着个篮 一手呢 就指着远方 小狐狸心里面想 看个样 猪奶奶像是出了门口哦 原来 不识字的猪奶奶 常常都会用图画 来表达她的意思的 于是乎呢 小狐狸就把蜂蜜 放在门口里 她心里想 猪奶奶她回到家见到之后 一定很惊喜的 小狐狸仔 她摆下了那些蜂蜜 唱着歌 回到家了 没多久 小狐狸就 就趁着那些红萝卜 来到猪奶奶家了 糟了 猪奶奶不在家了 看到门上面的话 小狐狸就有点苦怒了 原来 熊妈妈要小熊 将自己种的红萝卜 送给猪奶奶品尝 顺便就问她借些蜂蜜 这个时候呢 小熊倒低头一望 哇 门口的地上面 放住了些蜂蜜哦 真是太好了 小熊又惊又喜 心里面想 猪奶奶真的太厉害了 知道我会来 预先把蜂蜜留下了 过了没多久 小兔子都一蹦一跳地 这样呢 去到猪奶奶的家里 原来因为她家里来了很多客人 食物不太够 所以兔妈妈就要她去猪奶奶家里借红萝卜来招待客人 小兔子呢 来到猪奶奶的家里 发现猪奶奶不在 不过呢 门口就放了一堆红萝卜 嗯 怎么算好呢 她犹豫了一阵 心里面想 妈妈急着要用 都是将红萝卜带了回家先啦 这一日 猪奶奶呢 她去到好夜才回到家呀 完全不知道 白天在她家门口 发生的一连串事情 去到第二日的早上 小红和兔妈妈呢 都同时来到猪奶奶的家啦 小红就说啦 多谢你昨天借的蜂蜜给我呀 兔妈妈就说啦 真是好多谢你昨天借的红萝卜给我呀 猪奶奶呢 就越听越糊涂啦 她就说啦 昨天我也不是在家 怎么可能借到一些东西给你们呢 这个时候呢 小狐狸就出现啦 猪奶奶 兔妈妈 和小红呢 七嘴八舌的样 将件事说了给小狐狸听哦 哎呀 真是好奇怪呀 是呀是好怪呀 啊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 其实一点都不怪的 小狐狸笑着地和大家解释 那些蜂蜜是我送给猪奶奶的 后来呢 就被小红拿走了 跟着小兔子呢 就拿走了小红的红萝卜哦 嘿嘿 这件事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听完小狐狸的解释之后呢 猪奶奶 兔妈妈 和小红呢 都仿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 哎呀 看来呢 你们都要多些跟我学习 以后有些什么事情呢 都画一幅画 告诉我听 那大家呢 就不会太迷迷糊糊了嘛 哈哈哈哈 哦 原来不是猪奶奶失忆 而是小狐狸 小红和小兔 放下了些东西 又或者拿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但是就没有画一幅画 或者写一张字条 说明情况 难怪猪奶奶呢 会一头冒水啦 小朋友啊 我们不妨学习猪奶奶的细心 尽量将些事情呢 记录下来 又或者交代清楚 例如 我们可以透过写变条 又或者是传信息 告诉家人 这些你亲手做的曲奇 是留给他们吃的 又例如 龟幻玩具给朋友 我们可以写一张便条 去多谢朋友借出玩具 又或者我们没有办法 出席朋友的生日派对 都写一张便条 或者卡仔 说明原因 并且再次多谢对方邀请自己 等我们一起养成细心 体贴的好习惯 做一个为人设想的人啦 好了 故事呢 就来到这里 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欢迎给我赞我们喔 如果想继续听到更加多精彩的有声书 可以透过赞助 支持我们的制作团队呀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